为什么火力对决模式里没有信号枪呢 这个问题曾经回答过 今天来个重制版的吧 有两个根本原因和一个直接原因 一火力对决没有空投 信号枪的作用只有两个 一是召唤超级空投 二是召唤两栖装甲车 可火力对决是没有空投的呀 它的高级物资是通过武器箱获得的 而武器箱是固定地点刷新 总不能加入信号枪能召唤武器箱吧 这太不合理了呀 另一方面 两栖装甲车在火力对决太弱了 加入也就是火把子 没人会用的 二重武器实在太强 今年模式的空投里都是普通的常规武器 强度还能接受 顶多是比常规武器厉害一点 可火力对决的高级武器都是火箭筒之类的 一个比一个变态 如果加入信号枪 这些高级重武器肯定都能在里面出现 会严重影响模式的平衡 所以不加入是最好的决定 三曾经有bug 在以前的火力对决是有信号枪的 后来信号枪出现了bug 可以无限复制 就被光子从火力对决移除了 之后干脆就不上线了 所以直接原因就是因为有bug 小伙伴们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我们下期见